当你到了欧洲 到去法国 去意大利 看到伦伯朗米开莱 王奇罗的时候 那种在真话的面前 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 最让我感动的 当时是伦伯朗的两张画 在那个佛罗伦斯阿美帝奇博物馆 为看这两张画 我往返在火车上睡了三次 伦伯朗是隔30年的两件作品 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 几乎是我看见那些参观 那些参观的人就一患而过 在称赞声中就把他们复悦了 是30年的艺术家的 这个惨淡均匀和这种努力 我们80年代初出国的时候 中国美术界的最强的附身 就是今天的我不重复 昨天的我 明天的我不重复 今天的我 这在中国当时的国情 它是非常有革命性的 但是就一个个体而言 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 应该找到似乎他自己的榜样 那我认为能不能 就属于我需要去学习的 这样一个榜样 1980年 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 下发到川美 在当时 艺术市场尚未形成 屈指可数的美展 成为美院学生 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 罗总理的图屑说 他要画一幅挑愤的农民 要和毛主席像一样大 说完 手务足道 兴奋不已 但是 在当时的环境下 罗总理这一大胆的创作 却遭遇层层限制 他也不得不做出 妥协与改变 你依然把这位老农 夹在上面一个烟卷 换成了一支圆珠笔 加上这支笔 就显得它有文化了 还是什么 是这个意思 当时的提意见的领导是这样 这个笔 当然后来有很多说法 说是拜笔 化石天竺 一个建议 其实它是处于爱护 它希望这件作品 能够送到通过审查 所以它建议一定要有一个标志 让它是今天的 有文化的农民 而我修改 接受它这个意见 刚好跟它的出发点相反 我想如果都把这个老农 看成是旧社会的一个老农 它就是一个一苦失甜 就完全失去了 我创作这话的一个意义 正因为它是今天的农民 是新社会的 今天农民 它才显得如此有意义 如此让人震撼 父亲在最后时刻 通过四川美协的审查 被送往北京参展 这幅描绘宝经沧桑的 父亲的巨像 感动了评委一级观众 被票选为当年美展金奖 父亲让罗中立一夜成名 也让他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1983年底 罗中立被公派前往比利时 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 期间他游历了欧美13个国家 这次留学经历 让他开始思考 享受父亲带来的光环之后 他又该何去何从 我听说你那时候 拿到了400块钱的收藏费 那是 那在80年代出400块钱 算巨款了 这400元拿下之后 当时班上同学都很高兴 大家让座要请客 然后就在我们校区的街对面 有一个家叫仪品香 我现在都记得 这个餐馆的名字 叫仪品香的餐馆里面 大家全班同学就保持了一顿 我现在记忆当中好像就不到30块钱 全班同学饭足 酒醉饭足的这样一餐饭下来 但是我想想 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平均收入 也就是三四十块钱 所以辞掉一个月的工资 也是很奢侈的一次聚会 但是如果当时的人们对金钱还没有那么的敏感的话 但是对荣誉大家还是会非常的向往的 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说 那时候有没有比较膨胀啊 迷失的时候 这个倒没有 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啊 很幸运 班上同学都说我才狗是孕嘛 因为那时候的班上也非常疯 整天都是跟那些同学疯疯打打 而且你当初画父亲这幅画也有跟同学赌气的意思 想证明一下自己油画也行 就是画一个非常写实的来证明一下自己写实的能力 因为当时我很喜欢画一些 很夸张 变形 甚至于抽象的这样一些画面 其实现在看过头的 也主要是 在表现的这样一类画里面 但是在当时中国的美术院校里面 认为这个就是妆怪 就是那个另类 临近看了 同学就说 罗尔哥 那个画不好画 就开始妆怪一下 所以我说我要画一张最细的话 来证明给你们看看 所以当时也有这种较劲 当你到了欧洲 到去法国 去意大利 看到伦伯朗米 看来王奇罗的时候 那种在真画的面前 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 最让我感动的 当时是伦伯朗的两张画 在那个佛罗尼斯阿美第奇博物馆 为看这两张画 我往返在火车上睡了三次 都能不能是时隔三十年的两件作品 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 几乎是我看见那些参观的人就一患而过 在称赞声中就把他们复悦了 是三十年的艺术家的这个产丹均匀和这种努力 我们八十年代初出国的时候 中国美术界的最强的附身就是 今天的我不重复昨天的我 明天的我不重复今天的我 这在中国当时的国情 它是非常有革命性的 但是就一个个体而言 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 应该找到似乎他自己的榜样 那我认为能不能就属于我需要去学习的 这样一个榜样 所以你站在那幅画面前 非常有感 不流涕了吗 非常有感 所以回来以后 同学那个时候正式出草人 很多同学问我有什么体会 我说炒冷饭也是一条出路 这条炒冷饭的出路对罗中李而言 便是坚持一辈子画农民 与此同时 他在绘画的形式上不断寻求突破与改变 然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 父亲的记忆实在太过于深刻 以至于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定格在这张画上 而忽略了画家之后三十年的创作生涯 对此罗中李也颇感无奈 但是这一幅作品在你如此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让你打引号的 抱得大名 以后他是不是会像一个阴影一样 也会笼罩着你的这种创作的过程 他一旦被赋予非常强的一种社会含义 和历史含义的时候 你要超越他实际上就很难了 在我看了其实父亲他就是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过去了 他并不意味着你的今天或明天 他只是记录了你那一个段历史 而那个父亲的作品的产生 他也是因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成就了你 所以让我们想起十四成英雄 其实当时如果是我不画这一件作品 也许张总理 李总理也会有一件作品 成为这个转折时期当中的一个 象征性的一个符号性的这样一件作品出来 所以在我今天看来更重要的是 今天该做什么 明天再想什么 其实艺术最可贵的 它最本质的 它的艺术的精神 其实就是在不断地突破和超越 在不断地创造和创新 绕画 我们